进入直播 好同学们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啊 今天是我们的综合案例的第四节 是我们整个阶段课程的第十四节啊 我们把这个PPTA给它最小化 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呢老师仍然是给同学们写几个小的案例啊 然后等到明天的时候啊 我们会写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大的案例啊 好我们来 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同学们写几个小案例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IQ测试 一个非常简单的IQ测试的案例啊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我老师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是吧 在咱们第十四的这个文件夹当中呢 一共有两个文件夹 这第一个文件夹是我们的Ans 因为它是前面的三个字母是Ans 然后这个Ans里面呢代表的是几个就是是数字集 那么现在同学们看这个大概还觉得有一些模糊是吧 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 它还有第二个文件夹是我们的Question 它的头写的头三个字母是QUE 我们可以点开之中的一个看啊 我们这个Question这个成文本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题目是吧 这个题目就比如说这是一个如果上海海海什么什么什么等于211是吧 然后之后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相当于以下的哪一个 呃就是相当于以下是用下面的哪一串数字来代表这一些内容啊 就代表这些信息 那么既然我们是一个IQ测试 那么肯定要通过有一些题目对我们进行考核是吧 然后看我们的一个准确回答率是多少 然后通过这个 然后来则就是当然虽然说是IQ测试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啊 同学们如果做了这些题目 千万不要当真啊 千万不要当真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 其实我们锻炼的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代码编辑逻辑啊 代码能量 是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啊就是我们要做的是 比如说我们让他用三组或者是四组的题目是吧 就是用三个或者是用三个或者是四个的题目组成一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有三次机会 这三次机会呢 就是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问 这当然在提问的时候 我们会首先是看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多少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就是输入一个 我们觉得的一个答案 觉得我们这 觉得我就是咱们觉得正确的答案是几 比如说我给他输入一 之后我们的程序会怎么样呢 之后我们的程序会把 在他对应的这个ons里面的这个正确的答案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ons文件夹当中啊 它的第一个文件啊 重文本内容的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question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答案 其实在这里它不是abcd是吧 它是12345 也就是说我们question这个问题呢 它的答案是几啊 它正确答案是3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办呢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咱们输入的那个正确答案的数字 和我们正确的答案这个文本里面的数字来进行对比 是吧 如果它俩相等的话 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经回答正确了啊 那么回答正确的话呢 回答一题正确会给我们加上一个6分 之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的题目全都走了一遍 全都给它回答一遍 然后呢把我们回答正确的那几题 比如说是n吧 然后就乘以一个6是吧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总分数 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总分数 会对我们进行一个 就是一个算是咱们iq层级的一个判断吧 就比如说是咱们得到的这个总分是吧 大于多少分再小于多少分范围之类 然后给我们得出的一个层级判断是多少 然后呢再大于多少分小于多少分之类 再给我们的一个iq进行一个层级判断 当然我们这个层级判断啊 这是一个 咱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就可以了 同学们 咱们老哥腾过来了是吗 老哥腾晚上好啊 然后呢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娱乐 娱乐事情啊 娱乐动作 同学们千万不要太在意啊 好 然后我们来写我们当前的这个案例啊 然后在写案例之前呢老师呢 我们老师想一下咱们这个怎么写 用什么样的顺序来写一下 我们还是从下面的开始写吧 咱们就不从我们程序一开始的地方来开始写了 咱们从先从我们的这个函数调用的 就是说从我们主函数的位于主函数的这个部位开始写吧 我们一开始先写一个横杠是吧 然后我们设个叫做我们的智力测试 一个非常简单的啊 娱乐性的智力测试啊 好的 之后呢我们给它打上一个小横杠吧 让它显示一个小横杠 比如说小横杠让它重复54次 然后呀我们可以做一个说明是吧 老师把这个话筒调一下 这个话筒有点太靠近了 好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说明 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我们的测试时间 就是我们这个智力测试的时间是吧 一共是给我们多长时间 比如说这个时间是30分钟 然后呢测试提数 一共有多少个测试题呢 咱们一共有30道题 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之后老师刚刚说了 我们如果回答正确一题的话 是给我们加6分是吧 当然我们错误回答错误一题 并没有减6分的这样一个规定啊 就是咱们正回答正确一题呢 就加6分 然后如果回答错误或者怎样 咱们就不加分 那么接下来啊 如果我们 我们如果去得到那个总分 是不是一开始啊 我们要给它设置一个初始化的分数 是0是吧 然后到后面呢 我们每次回答正确一题 我们就在这个0的基础上加个6 不就可以了吗 好 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 4循环4i in rng range 1到4 我们这个4循环 它控制的是啥呢 咱们当前这个4循环控制的 就是我们一次性的 让我们回答多少道题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根据 我们当前一共有多少道题目 我们当前一共有从0到30 应该是有31道题是吧 它从0到30嘛 是有31道题 同学们可以把这里改成是0到31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题目 我们都可以回答了啊 但是过会儿啊 过会儿等到老师把这个整个的程序 写完了之后 等我们运行的时候 老师希望就是可以尽快的结束这个循环啊 然后得到一个总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让它循环三次 所以老师就写个从1到4啊 但同学们 如果我们听这个课程完成之后 是吧 我们在课下写的话 同学们可以把这个 就是题目的总数都给它写上啊 然后我们让它循环31次啊 好 我们当前啊 其实我们就做三次循环 那么做三次循环呢 就是回答三道题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的这个论者是从1到4 然后接着我们来进行一下编写 接着咱们来写什么呢 接着我们来写 我们来打开的这一个 接着咱们要写的是我们要打开的这个题目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文档 这是我们的一个答案文档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个每个文档 同学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文档的名称 它有固定的 它固定的前三个字母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这个是咱们的题目 我们所有的测试题全都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所有测试题的名字呢 都是QUE的三个字母开头的吧 变化的是后面的这个数字 所以接下来干嘛 那接下来啊 我们要以这种拼接的方式来得到 我们要打开的这一个 就是保存在我们题目的这一个出文本啊 好那我们怎么来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变动的呢 首先我们把它前面的固定不变的 这个QUE三个字母给它写出来 那后面加上的什么呀 加上i是吧 因为我们当前啊 这都是字符串的形式 我们当前的这个i和QUE都是字符串 字符串的拼接 用加号就可以拼接在一起了嘛 我们当前的这个i 它变迹出来的这个i 刚开始变迹出来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整形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怎么转换成字符串 就在外面给它加上个STR这样一个函数了 让它转换成字符串 好然后后面我们要干嘛呢 后面同学们看啊 我们每个比如说咱们的question是吧 是第几个question 这个重文本后面它还有一个后缀名呢 这些后缀名我们全都要给它加上啊 点txt 这是这个QUE下滑线fail 是我们如何去获取一个完整的 是吧 保存着我们题目的这个重文本的名称啊 这不就是咱们每个保存的题目的重文本的名称吗 是吧 并且我们这个后面是question0啊 还是question123 这些后面的数字 其实咱们是可以让它随意变动的吧 好了 然后接着我们要获得的是我们的一个answer 是吧 咱们的这个保存着题目的重文本已经获得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获得保存的答案的重文本啊 当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保存答案的重文本它也有规律吧 它前三个字目也是ans啊 这三个字目是不变的 唯一变化的就是后面的这个数字 所以和前面是一样的啊 首先是它的固定不变的前三个字目 咱们给它写上ans 然后我们要加上啥呢 然后我们加上这个i是吧 然后这个i 然后后面当然啊 这个后缀名啊 我们也要给它加上 好 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非常自如的去 其实到这一步我们可以非常自如的 你想获取几道题 你就获取几道题是吧 你想获取几个答案 你就获取几个答案啊 完全是可以自主操作的啊 好 然后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来打印一句话 打印print第几题 是吧 第几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回答的是第几题 那么第几呢 我们这个i便利的是第几 咱们回答的就是第几题嘛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i 其实现在它和这个规则是一样嘛 因为我们这个range 如果我们是用 这个 如果我们是从当前这个1开始的 是吧 如果我们是从当前这个1开始便利的 比如说是1到4 那么我们便利出来的应该是123 应该便利出来的数字是123 那么同学们想啊 如果是我们是这个 把这个1 如果是这个数字1放在这里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QUE1.tags 是吧 咱们得到是QUE1.tags和这个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不是从1开始的 咱们是从所以是从0开始的 从0开始的话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QUE0.tags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Anser 0.tags 这是我们的答案有0.tags 这个是咱们的问题也有0.tags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一个答案和问题 它的成本的名称 它的起始的数字和我们索引起始的数字是一致的 是吧 这两个完全都是一致的 所以啊 我们可以非常自由的通过控制我们的这个区间 来非常自如的控制你想提取的 就是你想提取的这个问题的成本号 以及我们这个答案的成本号 都是非常自如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当前做的是第几题的这个数字给它打印出来 那打印出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那么同学们想啊 这让我们回答问题 是吧 让我们回答问题 那首先第一步是不是我们要看到它的题目是啥 那你都看不见它的题目是什么 你让我们怎么回答呢 不能说是隔空回答吧 所以当前我们要做什么呢 当前我们要把它的问题让它显示出来 pnt这个我们就叫它q1.q1下滑线content 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如何把这个问题让它显示出来 对吧 是不是特简单啊 就是打开我们这个q 打开我们这个q1.tex 就是包含着问题的这个存文本 然后把这个数据给它 把这个内容给它读取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在这呢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叫read下滑线file read下滑线file 在这个read下滑线file里面 我们要给它传入参数 第一个传数是我们的q1 第二个传数呢 是我们的q1.tex 下滑线file 那么这两个参数的作用是什么 过会儿等老师在写这个参数 在写这个函数的时候 同学们就会一目了然啊 好我们现在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函数给写了 我们是现在写这个函数 要不然我们还是把下面的这个功能 给它写完整是吧 就把它整个逻辑给它写完整 写完整之后 我们再写这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功能函数 好 我们这一句话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要打开我们当前的这一个 包含了问题的这个存文本 然后把问题让它显示出来 就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咱们才能够回答嘛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要把它 读取出来的这个内容 给它打印出来 就在我们下面的这个 运行框里面给它打印出来 那么一旦打印出来之后 咱们已经看到题目了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开始回答了呀 所以接下来我们怎么来回答呢 就是写一个import函数嘛 就是输入一下 然后提示语是 请输入正确 答案 请输入正确答案前面的数字编号 请输入正确答案前面的数字编号 为什么是输入数字编号呢 老师给同学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 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啊 咱们的这个选项和之前不一样 不是ABCDE 我们是12345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 所以我们如果觉得 这个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 是吧 那么我们就输入2 那如果你觉得第三个选项是正确的 你就输入3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answer 咱们的answer 这个第一题的answer 正确答案是3 是吧 好了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干嘛呢 我们在这儿是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的 要回答问题的题目了吧 我们看到题目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到题目 所以这个答案做出一个判断 做出判断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答案给它输入进去了啊 所以在下面有一个input 请输入正确答案前面的数字编号 我们输入了这个数字编号之后呢 咱们已经输入了 你认为正确的数字编号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后台 要把它正确的这个答案 是吧 咱们要读取它正确这个答案吧 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这个question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answer0 然后question1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answer1 所以接下来咱们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要读取它对应的这个 包含了它答案的这个冲文本 然后把它的这个数据给它读取出来吧 是吧 然后在这一步咱们 当它读取出来之后 这个数字啊 我们给它复制给answer 下滑线number这个变量 然后在这儿 其实我们调用 其实我们在这里调用的是什么函数 依然是刚刚那个readfile函数吧 只不过现在这个read的 就是读取的文件不一样了 在这个地方咱们就读取它answer的文件就好了 然后是file 这是我们要传入的两个参数 好 然后等到我们这个正确的答案给它读取出来之后 接着咱们要干嘛 是不是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和我们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 就是把它正确的答案和我们写的答案进行比对啊 是吧 看它俩是否一致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if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呀 如果读到的正确的答案和你 input的这个答案的数字是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答应出来什么呢 我们答应出来一句话 叫 恭喜你答对了 再给它写点探号 恭喜你答对了 答对的同时啊 咱们还要给你加分吧 给你在count 在它count的基础上给你加6分 否则呢 否则什么否则 否则就是不相等是吧 否则就是你输入的这个答案和它正确的答案不等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回答错误了 回答错误的时候 我们也要给你把这个数据给打出来 回答错误 是吧 然后正确答案是 你告诉你回答错误的同时 还要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吧 正确答案不就是我们从这个函数当中读取的 这个answer下滑线number这个变量吗 是吧 好 然后咱们办呢 然后啊 然后我们当前得到的是啥 我们当前获得的这个硕果就是我们的count 就是咱们通过回答那么多道题然后得到的一个总分数是吧 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最终成果我们是我们获得的这个总分数 然后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总分数来对我们的这个IQ层级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啊 成绩是多少是吧 然后在这个成绩后面传入的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包含了我们总分数的这个变量 我们要先要把这个总分数给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传入到一个函数当中来 当然这个函数啊 我们现在还没写过会儿我们就要开始写这个函数了啊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的JUDGE向化线LEVL 然后当然是把什么传入进去 是把我们获得的这一个总分数传入进去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函数没写啊 就是这两个函数是吧 虽然咱们函数没写 但是我们当前已经把我们整个的顺序 就是把我们整个呃 这个编程的一个逻辑顺序已经捋出来了吧 好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写我们的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就是我们的READ下滑线FIL这个函数 来读取文件 好 咱们来写在这儿 IEAD 我们的READ下滑线FIL这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要传入的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PASS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的FIL NAME 同学们看这个PASS 你觉得第一个参数的功能是什么呀 第一个参数的功能就是路径 那为什么在这地方它是一个路径呢 因为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所有包含着 就是问题的这个冲文本 全都是放在QUE这个文件夹里面 是吧 然后所有包含答案的冲文本 那都是放在ANS这个文件夹当中吧 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代表的路径 其实这个路径代表的是啥 这个路径代表的就是不同的文件夹呗 如果你要读取的是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读取的是我们测试的问题的话 你的这个路径就是QE 你就要进入到QE这个文件夹当中吧 那么如果你要读取的是我们正确的答案 那你在这里写的路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ANS 因为我们要进入到ANS这个存文件夹里面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我们的FIL NAME 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夹当中之后 你还要确定你真的要读取的这个文件 重文本是哪一个吧 所以这个我们重温 就是咱们要读取的重文本名称 就作为第二个参数给它传入进来啊 好我们来写 然后接着我们在这里写一个street 这个street的功能是 当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是吧 然后读取到了这一些内容之后啊 这些内容它都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一个个字符串啊 全都拼接 全都储存 就全都储存到我们这一个设置的str 这个空字符串里面啊 其实我们当前的这一个str 这个空字符串它的功能和老师在前面 给同学们介绍的就是介绍的时候 设置的那一个个空列表的功能是一样的 都是存储数据 都是存储数据的功能 不过它现在要存储的是 从这个重文本当中读取出来的这些字符串而已啊 功能是一样的 好我们现在这个存储的容器已经有了 接着咱们干嘛 是不是就直接写withopen函数吧 咱们就直接用withopen函数 把这一个个重文本当中的内容给它读取出来 在withopen里面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呀 是不是包含着 就是包含着路径的文件名称吧 那么我们包含着路径的文件名称 它是不是第一个在前面的部分 应该是我们的路径名称 是吧 然后是斜杠 然后后面的是我们要读取的文件夹的名称吧 所以在这里面啊 我们先写的是我们的pass 然后后面啊 我们要给它加上一个斜杠 哎呀 我去 老师这个斜杠加的 这么可怕吗 当然啊 我们这个斜杠给它加上了之后 老师在前面给同学们说过 是吧 就是 我们在前面 我再加上一个斜杠 它这地方显着就正确的了 老师在前面给同学们说过 在我们的这个pass里面 应该要用转译字符 就特别在表示路径的时候 是吧 在表示一个真实路径的时候 它可能这个文件夹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访问的是这个大文件夹里面 又嵌套的一个小文件夹 然后又是一个小文件夹里面 然后再有的一个文件吧 再有的一个具体文件 然后呢 这个不同的文件夹是用这个斜杠来隔开的 但是在我们的python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 就像之前给同学们看的这个杠N啊 换行符啊 杠T 太不见啊 他们的前面都是用这个斜杠来进行隔开的吧 所以在我们的python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转译字符 转译字符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告诉我们的程序 就告诉咱们的程序 我们这个斜杠 是吧 我们这个斜杠并不是特殊字符的含义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斜杠 那么在老师在给同学们介绍转译字符的时候 是不是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在这个斜杠后面再加上一个斜杠 是吧 第二个呢是在总路径的前面 加上一个字母小R 那么在这里啊 在总路径前面加上一个字母小R 不太方便 因为我们这个路径啊 是由变量名来进行拼接的啊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斜杠后面 给它加上一斜杠 让它形成一个双斜杠的形式 其实这个双斜杠呢 就是一个转译字符吧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双斜杠 在这个双斜杠后面啊 咱们再给它加上的是一个fail name 就是我们要读取的这个名称吧 好当前我们的这个路径 是不是已经完整了呀 这个pass包含的是 你要进入的文件夹 是哪一个文件夹是吧 然后是这个文件夹 后面来一个斜杠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读取的是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 哪一个文件 好了老师之所以能够这样写 也很简单吧 意思很简单 因为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D14这个文件夹里面 老师现在的脚本是text.py 和我们answerans和qe这两个文件夹是同级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进行编写啊 好然后接着我们要写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名 第二个方法名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进行操作 去打开我们的文件 我们当前不需要往我们的文件里面去写入类型 我们只需要把里面的内容给读取出来 所以我们用的是R方法 然后跟着呢 是咱们的encoding 是吧 是我们的一个编码方式 我们依然还是用utf-8的这种编码格式啊 然后我们sfil effect 好了我们这个打开文件已经写完了吧 然后干嘛呢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读取文件呢 在读取文件的时候是吧 我们就用一个well2循环 让它循环的以循环的形式 把这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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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件 全都给它读取出来啊 在这个well2里面啊 我们要给它写上一个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是 frlefile.readnite 我们在这里是以file.readnite的形式 就是一行一行一行的形式 给它读取出来 是吧 然后如果如果什么时候呢 如果我们读取的这个nite是空的时候 这地方应该是一个比较的关系 是吧 它不是一个复制的关系 它是一个比较的关系 所以它应该是有两个小等号组成的 如果它等女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循环当中破除出来 然后每次读取的内容 我们把这个读取出来的内容啊 都加在我们这个写字符传后面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字符传给它return过来 咱们这个函数现在就已经写好了 其实我们这个写这个函数 感觉同学们对这个函数理解应该不是很困难 是吧 我们在这地方是用withopen的形式 把我们的这个文件给它打开 然后呢 我们是以死循环的形式 把它的每一行给它读取出来 只要读取出来的那一行还有内容 我们就接着去读取它的下一行 所以我们在这 用我们的well to死循环的形式 但是每一个死循环都必须要有一个跳出机制 是吧 不能让它一直循环下去 那么什么时候让它跳出呢 就是把内容全都读出来了 就是再读一行 就是如果说你再 就是把最后一行的内容给它读取出来之后 是吧 你再读最后一行内容的下一行的话 那么就读不到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个空字符串了 如果当我们的内 它返回是一个空字符串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死循环当中跳出出来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了一个break 然后呢 你每一次读取一行之后啊 都把我们读取出来的这一行 加在我们这个最次符串后面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就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文件是吧 在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把它的这个内容全都读取出来之后 是不是它的内容全都是 复制给了这个str这个变量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变量返回到调用 我们当前这个函数的地方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read下滑线file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写下一个函数 下一个函数是什么 下一个函数是这个是吧 也很显眼啊 往下一翻列码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函数没写 好 然后我们来写当前这个函数 咱们来写当前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啊 我们有一个传入来的参数 是我们得到的总分 是吧 是我们写了那么多测试题 得到的一个总分 好 然后咱们来写吧 当前这个这个内容呢 后面内容稍微有一些 看上去有一些多 但整个理解起来非常方便啊 好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在当前其实就是对我们获得的分数 进行一个判断是吧 然后判断你的一个层级啊 好 如果if什么呢 if我们传入进来的count就是总分 如果我们的总分是大于等于140分的话 就说明我们答对的题目很多是吧 有很多道题都答对了 那么这个时候 I-S-U-L-T 我们觉得觉得你的这个IQ的层级应该是 智商是9级 级非常高的一个智商级别啊 是一个天才 当然啊 老师老师的这个题目啊 是其实主要的是练习大家的一个编程啊 大家对这个完全是娱乐性的啊 同学们千万不要对这个分数比较在意啊 没有必要啊 然后如果我们获得的这一个分数是在140到120之间的话呢 那么我们IQ I-E-S-U-L-T 觉得你的层级是什么呢 是智商八级 是咱们的智商八级 智商八级是什么呀 是精英啊 精英阶层啊 精英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获得的分数是在120 这个太麻烦了啊 要不然老师就直接给他复制一下啊 好了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来写吧 如果我们的获得的分数是在120分到110分之间的话 是吧 那么我们的I-D I-E-S-U-L-T Result 不应该是I-D 应该是IQ 应该是我们的智商几级呢 智商七级 七级 七级是什么级别 是一个人才 是吧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对他作为一个复制啊 因为他都是一个相同的内容啊 改变的很少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在多少是在110分到90分之间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智力呢 是六级 六级是什么呀 是聪慧 好 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下修改 接下来 如果你的这个是在90到80分之间 是吧 你获得的分数在90分到80分之间的话呢 你的智商是第五个级别啊 有个级别是 老师看一下是凡人 是吧 凡人 好 那么我们再接着再看 那么如果我们的智商智力 获得的这个分数是在80分到70分之间呢 那这个是四级是吧 四级是什么呢 四级是凌界 好 我们再进行一下判断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的分数是在70分到60分之间 那么我们的应该是三级啊 三级是什么呢 三级啊 是有点弱是吧 有点弱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再对他进行一下判断 接下来 如果我们的这个获得的分数是在60 是吧 在60到50之间呢 那么我们应该是二级了 二级是什么呀 需提高 需提高啊 好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获得的分数是在 嗯 哦 else吧 其实这地方也能写是吧 那我们就直接写个else else else 我们在这里就不写具体的一个分数范围 那else是吧 除此之外的 除此之外的 那么这个除此之外 它的范围应该是什么 就是小于50分 是吧 小于50分的话 那么应该是一级 一级是什么呢 一级是带拯救 拯救 OK 好了 我们当前的这个分级已经写好了吧 好 然后我们就来写 我们来测试一下 咱们来跑一下我们的程序 好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直立测试打印出来了 是吧 咱们直立测试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 说明第一道题是 老师看一下第一道题 约翰的妹妹点了一下 兄弟姐妹的人数等等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几 那我就就下写一个 这个好像是三 我记得 我刚刚打开了文件 看了一下是三 请输入正确答案前面的编号三 错误了是吗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 老师刚刚打开的是零号的 他现在 老师现在打开的 老师刚刚手动打开的那个是零 那个数字的 现在打开的是一这个数字 不要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呀 下面这个题 老师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做过 它是五 现在恭喜你答对了 是吧 恭喜我答对了 然后我再做一题 这个也很麻烦 那我就下写一下了 就是二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告诉我们这一题 我们是回答错误 是吧 然后你的IQ测试成绩是 new none 我知道为什么是 none 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return 是吧 我们这里并没有把我们的 这个变量给return过来 怪不得了 OK 我们现在已经把 这个变量给return了 是吧 我们刚刚才写这个函数的时候 没有写它的返回值 所以它这个是 none 好 我们现在再给它写一下 刚刚的这个题目的答案 是二吗 恭喜答对了 然后找出一个与众不同的 是吧 好像这个答案正确答案 好像是五 然后这个正确答案是几呢 我记得了 我再写一个页 好了 老师刚刚是回答对了两题 是吧 第一题答对了 第二题也答对了 第三题答错了 所以我的成绩一共是12 然后我这个成绩 如果是12的话 是在50到60之间 所以它给我 如果12的话 应该是else 应该属于else 是吧 应该是小于50的这样一个层级 所以它给我的这个层级 判断是什么 智商一级带拯救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老师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测试 那么同学们如果客下感兴趣 可以把它这个range 给它改一下 是吧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题目 都给它循环一次 然后同学们可以测试的看一下 这个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兴趣 那么在这里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运行 咱们函数逻辑的一个方法 是吧 以及咱们代码如何去进行编辑 那么在这儿啊 在这里 这个老师需要给同学们讲解一下吗 要不然就非常快的过一下吧 有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 在我们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最前面答应的 首先是这一行是吧 这一行print 这个呢 是我们程序第一个运行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前面 前面这两个其实是函数是吧 前面这两个其实是定义函数 定义函数呢 如果你不掉用这个函数 其实它这个是不会去 进行运行的 它这两个是不会运行的 那么在我们程序里面 第一个运行的语句是什么 第一个运行的语句是这个打印语句 是打印出来这一行支离测试 然后这是第二个运行的语句 是吧 然后这是第三个 然后接着呢 我们是设置了一个count 这个count是计数 它计数的是我们的一个 看我们一共答对多少题 然后给我们算一个总数 因为答对一题或六分嘛 然后接着呢 这个循环是看我们一共要打 就是用这种循环的方式 是吧 然后一共回答多少题 老师是为了让它循环快一点 结束啊 所以让它循环了三次 同学们如果课一下 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的整个的题目 全都给它循环出来啊 好 然后在这儿 在这两部啊 其实是我们如何去拼接 我们要就是在读取文件的时候 这个文件名是吧 如何去进行拼接 第一个拼接的是我们的问题的一个循环本 第二个拼接的呢 是我们答案的一个循环本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第几题给它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显示出来了吧 是第一题 然后在这里如果 在这里 我们肯定先要读取我们这个问题是吧 咱们要读取这个问题的文本 然后把问题给它显示出来 你看到这个题目之后 你才能对它进行回答嘛 所以在这下面我们首先要运行的是我们的readfile readfile读取文件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 第一个传入的参数是要读取的哪一个文件夹 是吧 第二个参数是要读取的这个文件的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然后我们可以接着就直接看这个readfile这个函数 第一个是咱们的文件夹 文件夹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路径是吧 是我们文件的一个路径嘛 第二个是我们的文件名称 然后我们是以withopen的形式 把这一个文件夹给它打开是吧 然后在这里呢 是我们通过拼接的形式 把它的路径和它的名称拼接在一起 在这个两个杠用到的是转译字符的这样一个含义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是直接把文件内容 给它读取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是用art的形式把它打开 然后encoding这地方最好是写一下utf-8的形式 读取它是吧 好然后asfile 然后呢我们是用循环的形式 死云环的形式 把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一行一行的给它读取出来吧 因为我们调用的是readnike 当readnike这个语句运行一次的时候 它就读取一行是吧 然后再运行一次 然后再读取一行啊 所以我们要用死云环的形式把它读取出来 那么既然是死云环肯定要有一个推出机制 什么时候推出呢 就是当你读取的内容是空的时候 就什么都读取不了了 已经没有内容给你读取了 我们就从当前的死云环当中跳出出来 这时候就运行我们的break语句是吧 给它跳出来啊 break不就是打破吗 其实它打破就是把这个死云环给它打破 然后我们每读取一行 我们都把这一行数据啊 添加到我们这个字符串里面 其实老师在前面给同学们介绍数据序列的时候 也介绍了字符串是吧 包括我们这个字符串的功能啊 其实和那个列表啊 圆祖啊字典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一个容器 只不过它存储的 它存储的数据的格式很单一 就是只能存储字符串而已啊 好然后呢 我们把它存储的这个字符串 就是读取的这个文件里面所有的数据 是吧 然后给它返回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returnSTR 好然后在这儿 其实在这儿 当我们调用的时候 同学们一看啊 首先我们读取的是 QUE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 然后把我们QUE文件夹里面的 你到底要读取的是哪一个文件 是吧 要先给它读取出来 然后把这一些文件数据呢 全都复制给我们的 QUE下滑线抗的这个变量 其实这个变量 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呀 不就是我们的题目吗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当它把这个变量打印出来之后 它是不是就就是在这儿 就是这个是吧 这个就是它这个QUE下滑线抗准 在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打印出来的内容吧 就是把我们这个QUE1.text的文本里面的内容 给它打印出来了 那么打印出来之后呢 打印出来之后 你是不是看到题目了呀 你看到题目接下来 你就输入输入答案了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input 请输入正确答案 前面的数字编号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之后 是吧 经过我们精确的大脑推算之后 我们给它得出一个答案 给它编号 如果你觉得是四个人的话 你就输入二 如果你觉得三个人的话 你就输入三呗 然后我们输入之后 咱们输入的这个数字 复制给我们的int input 向外线number这个变量 之后干嘛 之后这个是我们写的答案 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读取正确答案啊 是吧 然后我们就用read 下滑线file这个函数 来读取正确答案 读取正确答案之后 我们把正确答案 和我们写答案进行比较 如果相等的话 如果相等的话 那么就是恭喜你答对了 并且给我们的count初始 从0开始 开始一次的叠加分数吧 答对一题加6分 否则呢 这个否则什么时候运行啊 不就是不等吗 不管你是 就是两个数字比是大而小了 反正只要是不等的话 我们全都是运行下面的else 如果不等的话 不就是答案错误吗 就是告诉你回答错误 并且告诉你正确答案是几 是吧 像老师刚刚 这个当在这里 回答错误的时候 他告诉我回答错误 然后告诉我正确答案是几 好 然后接下来 其实到这一步 等到它的这整个运行完毕之后 我们就是答对了多少题 包括获得的那个总分count就已经有了吧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count给它传入到这一个函数当中去判断 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一个IQ的一个层级 是吧 得到这个IQ的层级啊 那么判断层级这里 这里虽然看上去代码很多 但其实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的一个if条件判断嘛 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分数 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的话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获得的IQ下滑线 result这个变量 就是我们这个层级 应该给它进行什么样的反馈 然后等等等等 一直到最下面 当然我们要把这个IQ下滑线result 这个变量给我们反馈回来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return啊 好 这个就是老师给同学们讲解的第一个案例啊 我们这个第一个案例 其实还挺好玩的 老师其实也点开了这个问题看啊 然后感觉其实还挺难啊 然后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做几道正确的 感觉难度还挺大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案例测试啊 我们把它给往上进行滑动 然后我们来写我们的第二个案例啊 我们的第二个案例叫什么呢 我们的第二个案例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咱们的第二个案例叫成语天天乐 这个成语天天乐呀 我们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咱们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给它写上啊 首先我们也可以点开我们这个成语.text的 就是包含着我们成语的这个文本 然后接下来再怎么办呢 接下来啊 我们当我们程序写好之后 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首先它会从这个成语.text的这个重文本里面啊 去随机的挑取一个成语 就比如说挑取的是一个金玉满堂是吧 把这个金玉满堂挑出来了 挑出来之后呢 我们又随机的挑选里面的一个字 就是随机的挑取金玉满堂里面的一个字 比如说我挑选到了是这个满 然后呢我把这一个字给它替换掉 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给它替换成括号问号 让它显示 让它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给它显出来呢 让它显示是金玉是吧 然后括号问号堂 那同学们看看 那么当你看到了这样一个这样的成语出现的话 你觉得它让你 它想让你回答什么呀 它是不是想问你 这一个成语的第三个汉字应该是什么吧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 你知道是金玉满堂人 或我们把这个汉字满给它输入进去的话 那么它就告诉你 你回答正确了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输入的汉字不是满 是除了满之外的 其他的任何数字或者是汉字的话 那么它就给你一个反馈 回答错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成语天天念啊 其实很简单吧 就是从我们当前的这个成语的成文本里面 随机的挑选出一个成语 然后呢 把这个成语里面的一个汉字给它掏空 掏空掉之后 就问你这一个成语 当前缺失的这个汉字应该是什么 然后呢 你如果能够给它回答正确的话 就说明你这道题目做对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一个功能 是吧 这个小游戏写好之后的 可以显示出来的一个功能啊 然后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当前的这个 我们当前的这个其实并不难啊 它的整个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我们就从头开始写啊 然后在这里面老师 同学们是不是刚刚听到了 有好几次随机是吧 随机 首先随机挑选成语 第二个从那个成语里面 具体你想把它哪个字给抠掉 是吧 这也是随机的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调用随机这个模块了 random 随机模块一定要调用啊 好 然后我们我们现在啊 就是写一下我们的random随机模块 我们当前用到的就是这个啊 等我们后面如果还用到其他模块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模块给它导入进来啊 好 那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啊 我们要写一个容器worth 这个worth的功能是什么呢 过后我们会从这个成语点text的这个文本当中 把一个一个的成语给它读取出来 然后读取一个成语就给它加到这个 worth的这个空列表里面啊 然后读取一个成语就给它加进去啊 所以我们当前这个worth空列表 它是一个容器 它的作用呢 是装我们即将从这个成语本里面读取出来的这些成语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读取文件呢 读取文件就直接是withopen吧 哎呀 这个真是啊 这个提示语啊 这是漫天的提示语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当前 我们的这个写的脚本 咱们当前脚本text的点py这个脚本 和我们成语点text的这个重本 是在同级目录下啊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写一个 要就 我就直接写这个重本的名字 就可以把它读取出来了啊 好 然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它进行操作啊 咱们是用R的形式对它进行读取啊 当然我们打开文件默认的形式也是R的形式也是读取的形式啊 这个R同学们写也可以不写也可以啊 然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编码对它进行读取呢 UTF-8嘛 是吧 然后 然后我们干嘛呢 然后我们就以负循环的方式 负 这个就不写啊 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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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以负循环的方式 把它 这个内容给它一个一个的遍递出来 负 负 负 把它遍递出来之后 变递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当前的这一个负 负 负 我们就把这个文本给同学们点开 我们刚刚是把这个乘语点text的这个文本给它打开 是吧 打开之后我们以负循环的方式 把每一行的数据 是吧 把每一行的数据 把这个从这个fail这个文本里面给它读取出来 那么这个内当前是什么 是如果说是读取的是第一行的话 是吧 第一次负循环 那么读取的应该是形式走肉 但是后面还有吧 我们想 这个形式走肉 为什么和这个金蝉脱鞘 它俩不在一行 因为这个形式走肉后面有一个 杠恩换行符 不过我们现在看不见这个换行符而已 但是换行符它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没有它的话 金蝉脱鞘就会直接跟在这个形式走肉后面 是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每一行的这个成语给它读取出来之后 我们要对这个9进行一个清除操作吧 这个9当前它是字符串 我们怎么清除字符串 左右两边可能存在的空格呀 或者是什么换行符 这个type键啊 是不是要用我们的strip 我们在这里直接就调用一个strip就可以了吧 所以是9.strip 然后它清除之后的 它清除之后的这个内容啊 它清除的 它清除之后的这个内容 我们还是给它复制到9这个变量里面啊 它这个内容为什么会显示一个这个 很奇怪啊 我们还是写下去啊 好 然后到这一步这一步运行完毕之后 我们读取出来的每一行成语 它最右边的换行符给清除掉了 它清除掉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一个成语把它追加到哪 把它追加到我们的worth 这一个空列表里面吧 是吧 我们要把它追加到这个空列表里面 所以是worth,diapend 然后这个内容给它写入进去 好啊 然后当它迫循环结束之后 是不是就把刚刚那个重文本里面 所有的成语全都给它夺取出来了吧 好 然后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 print worth给它打印出来啊 咱们可以给它打印出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到 首先做的第一步 咱们的第一步功能是什么呀 咱们第一步就是把 所有的成语 从成语.text这个重文本里面 先给它读取出来 然后呢 把这些成语给它存储到我们的worth 这个列表当中来吧 这是我们第一步的工作 现在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的一集很正确啊 sdip stream 回答非常完美啊 好了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挑战了吧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咱们成语的挑战了啊 在成语的挑战之前 我们要用一个import输入 告诉它挑战 挑战者的名称 有输入一下 现在是谁 在进行这个挑战工作啊 我们把我们的名字给它输入进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一个操作是 对我们的一个初始化 那么这个初始化的是什么呢 老师把这个解释啊 因为现在要初始化的内容较多 所以老师把这个解释给同学们粘贴过来 我们过会儿 我们过会儿要进行三个数目的统计 第一个统计是回答正确的题目 一共是多少 第二个统计呢 是回答错误的题目是多少 然后第三个还要统计咱们放弃的题目 个数啊 一共有多少啊 那么既然要统计这三个数据 是不是我们先要写三个变量 是吧 来承接这三个数据吧 并且咱们现在 其实还没有进行我们的这个代码的运转 所以我们当前这三个数据都应该是零 所以我们接下来咱要写三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 记录的是回答正确的一个题目 我们就叫它write count 然后第二个变量呢 是记录的是回答错误的题目 我们就叫它array下滑线 count 第三个变量是我们的放弃的题目 我们就叫它give up count 初始化的时候 是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初始化 我们以序列复值的形式 这是咱们在pathon里面的一个支点 叫序列复值 是吧 我们把这个三个变量以序列复值的形式 都给它复值成零 序列复值好像也是我们pathon里面所独有的 但是看起来 看起来 但是刚开始同学们接触 大概觉得有些那个 但是经常使用的话 应该就非常的熟悉了吧 是吧 对这种序列复值的方式 而且以这种序列复值的形式来进行写的话 其实很方便啊 就是一次性可以复值很多个变量吧 好了 然后我们是以序列复值的形式 把我们这三个数据 都给它初始化成是零 那初始化成零之后 咱们还要做的一个操作是要 我们还要计分呢 我们当前复值的这个 全都计算的是数目是吧 回答正确的题目的数目 回答错误 回答正确的成语的数目 回答错误的成语的数目 放弃的成语的数目 但是我们在当前的 这整个挑战当中获得的分数 我们还要给它显示一下吧 但是我们现在要写的是 这个分数的初始值 也就是零啊 我们这个分数已经有了 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啊 我们为了让它显示的 真的像是一个正在加载的 这样一个游戏啊 所以我们要给它写一个正在加载中 当前这个游戏啊 正在加载中 那加载完成的时候呢 加载完成之后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填写答案 是吧 咱们直接填写答案 或者是回 回车进入下一个 我们可以直接填写答案 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填写答案 填写答案之后回车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或者是你 我现在当前不知道这一个成语中间的这个字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直接写 直接写一个回车 进入下一个啊 好 然后干嘛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游戏吧 所以我们是print 开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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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咱们的游戏 然后在这里啊 我们还要再写一个变量 对它进行的统计 当前的这个统计是 统计我们目前答题的一个数目 是吧 这个count统计的是我们目前答题的一个数目 就是我不管你回答正确回答错误 还是你放弃是吧 我就要统计你一个答题的总数 那么这个总数 我们就以count这个变量来进行统计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循环 如果count小于3 因为啊 因为老师的这一个测试是吧 当老师把这个题目 当老师把这个程序给它运行起来之后啊 我们尽量在少的循环里面 就结束它的这样一个运行 然后让它输出这样一个结果 给同学们看到啊 所以呢 我的这一组啊 老师的这一组游戏 我就让它显示出来三个成语 是吧 我对这个三个成语进行操作之后 我们就从当前这个循环当中退出来了 所以老师给它限定的 就是一共要回答多少个成语呢 一共要回答多少道题呢 给它回答三道题 所以我这地方是小于3啊 好 我们限定 当我们的这个count如果等于3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well当中退出出来了啊 好 然后当我们进行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是吧 当它循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开始答题了呀 在开始答题的状态的话 我们就要给我们计算答题总数的这个count 让它加等于1吧 是吧 咱们先不管你有没有答出来 是吧 我也不管你答出来的这么正确 我直接就给你在总答题上 先给你加上1 加上1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答题了啊 那么开始答题 老师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要从那个成语当中 随机的抽取一个成语啊 是吧 我们是随机抽取一个成语啊 那么怎么随机呢 我们先看成语在哪儿 我们当前的成语 在从这个前面 with open 用这种方法 把内容从这个成语点text的这个成本当中 读取出来之后 现在所有的成语 是不是都保留在worth这个列表当中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 rondon随机模块 从这个列表里面 把成语给它随机的挑选一个吧 那么我们现在用到的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rondon 是吧 rondon点 是不是choose啊 rondon点choose吧 然后从哪个里面进行choose啊 从我们的worth里面来进行挑选吧 因为我们这个choose 往上翻啊 这这 因为我们这个choose 它就是从这个列表里面 是吧 把这个列表里面的有的数据 随机的挑选一个 随机挑选一个 随机挑选一个啊 我们当前这个worth 它就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包含着我们所有读取出来的成语 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成语里面随机的挑选一个 所以我们用的是rondon点choose啊 好 然后我们随机挑选出来的这个成语 我们把它复制给worth这个变量 是吧 咱们给它复制成worth这个变量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干嘛呢 一个成语 是吧 在老师这个成本里面 所有的成语全都是四个 四个汉字啊 一二三四 接着咱们要干嘛 接着我们要从这个成语里面随机的抠一个字走 是吧 也不是说我们统一的都是把这个成语里面的第二个字给它抠掉 然后让我们听取第二个字 不是的 是随机的抠掉一个字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老师先把这一个方法给同学们写出来啊 然后再解释一下啊 那写出来之后 同学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也非常的醒目啊 首先我们依然是要用我们的rondon点choose是吧 在这个choose里面 我们要挑选的是0123 我们要随机的挑选一个0123 之后呢 之后我们让它形成一个new word 一个新的成语 这个新的成语如何来 如何来形成呢 我们要使用我们字符串里面的另一个函数叫replace replace它的功能是替换 它是替换啊 替换什么呢 就是替换我们的这个 然后把它替换成啥呀 替换成问号啊 很醒目啊 一看问号就是问我们呗 这个问号在哪 问号在这 好啊 同学们看啊 首先同学们看到 在我们的一个字符串是吧 一个成语 其实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这是第一个汉字 第二个汉字 第三个汉字 第三 第四个汉字 在我们冲门里面的这些成语 全都是四个汉字啊 那么字符串 如何去定位一个字符串里面的数据啊 字符串里面数据进行定位 也是用索引的形式吧 毕竟它索引是从0开始了 那么这四个汉字的索引 是不是分别是0123 是吧 然后如何把这个字符串里面的 这个的这个相对于索引 这个地方位置的这个汉字 给它挑选出来 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这个字符串就是word吧 是吧 我们用word word 如果word-0 是不是就把第一个汉字给它挑选出来 word后面如果跟的是1呢 就把第二个汉字给它挑选出来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办呢 接下来啊 我们就用rhythm.choose的形式 随机的从这个列表当中挑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不是就是 你想要替换的这个乘语里面的 是哪一个汉字是吧 是位于哪一个索引位置的汉字吧 好 所以到这一步 咱们就做到什么 咱们就做到可以随机的去 扣掉是吧 随机的扣掉我们 这个乘语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的 这个汉字都可以啊 好 我们这地方随机获得的是 要扣掉的这个汉字的一个索引号 索引号是随机获取的 索引号随机获取之后 接下来干嘛呢 那么我们获取了这个索引号之后 我们把它复制给blank 是吧 在这个语句里面 我们首先看这个后面啊 首先看这个等号的右边 等号右边我们用的是 字符串里面的替换方法 字符串里面的替换方法是replace 字符串里面的替换方法 在这个替换方法 后面同学们看到它有两个参数 这是第一个参数 这个是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意思就是说 你要替换掉哪一个位置的数据 在我们这里面 就是你要替换掉 在这个成语的哪一个汉字 我们怎么定位这个汉字 我们就直接是word 是吧 然后后面写入的 在这个方框里面写入的 就是这个汉字的一个索引嘛 然后这个索引是随机获取的 所以替换掉的这个汉字 也是随机获取的吧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就是 你把这个东西抠掉了 是吧 替换嘛 替换不是先删掉旧的 然后再添上新的嘛 然后你想要添上的新的字符串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小括号问号的形式 是吧 把它的这个 扣掉位置的这个 把它的这个东西 扣掉之后 然后填充上 它在它的空位置的地方 就把它填充上 这个就是我们 如何去随机的去扣掉 我们一个乘语里面的 任何一个位置的汉字的方法 我们在这里面 是吧 从我们的乘语 点text的这个里面 获取的乘语 随机的获取一个乘语 是吧 然后呢 在获取的这个随机的乘语里面 在随机的抠掉一个字 咱们用到的都是 random.choice 这种方法吧 好了 然后我们运行到这一步之后 运行到这一步之后 得到的是什么呀 同学们 运行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得到的 如果说是刚刚那个 如果说是刚刚 黄师给同学们看的 有个金玉满堂是吧 那么应该是一个金玉 比如说是满这个字 给它删掉的话 那么应该在满这 满这个字 已经替换掉了 给它更新成了什么 给它更新成了一个问号 是吧 然后后面是一个堂 我们的成语 当前运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new word 应该是这样的形式了 好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一个new word 给打印出来 给我们看见 我们让它显示 第几道题 第几道题目 这个第几道题目 是怎么看的 第几道题目 不就是这个count吗 好的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格式化输出 第一个要传入进去的是 第几道题目 其实第几道题目 就是你现在当前做的是 第几道题 我们当前做第几道题 这个数据是存在哪 是存在count这个变量里面吧 好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要填充的数据是count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new word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new word 你既然要我们来填充成语 那首先咱要看到这个成语 是吧 我先要看到这个带问号的 就是缺了一个字的这样一个成语 我看到它之后 我是不是要开始打题了呀 接下来我要开始打题了 接下来开始打题 我们怎么开始打题 是不是还要用一个import吧 import你的答案是 你的答案是当我们输入了之后 我们就输入它扣掉的那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输入的这个字 它是一个字符串的形式 并且呢这个字是复制给我们的这个answer user小话写answer这个变量了吧 然后接着干嘛呢 接着我们是不是要 就是看我们输入的这个字 和它扣掉的这个字 是不是一样 是吧 然后怎么看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user小话写answer 和什么进行对比啊 和我们的word 然后是blanck进行对比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对比这两个了啊 当然在对比的时候 它既然是一个对比语句啊 所以肯定是包含在一个if语句当中 肯定是包含在一个if语句里面啊 那么如果这两个内容这两个变量对比是相同的话 不就说明你这个回答正确了吗 是吧 不就说明你回答正确了吗 那么如果说回答正确的话 我们要给它显示的是什么呢 咱们要给它进行一个显示 咱们要打印出来一句话 咱们打印 恭喜你 答对了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答对了之后 我们要开始进行一个分数的累加吧 答对一提加几分 再我们找答对一个乘以加一分 所以我们要给它的总分 就是加总分的这个scorens这个变量 让它加等于一 然后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变量 进行一个加一的处理啊 我们往前看是不是回答正确的题目数据者是吧 回答正确的题目数者 我们还要给它加一吧 所以在这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变量要给它加一啊 是我们的right下滑线count 我们也要给它加一 然后否则呢 否则的话 同学们想啊 这个否则是不是有两种情况呀 有两种情况是使用否则吧 第一个是你答错了 第二个是你没有回答是吧 然后接着我们先来看没有回答 如果是没有回答的话 那么咱们这个user下滑线answer 应该是一空字不穿是吧 如果不回答的话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直接按回车 然后跳转到下一题 是吧 我们直接按回车跳转到下一题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这个user下滑线answer 这个变量它应该是一空值是吧 啥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user下滑线answer 这个变量啥都没有的话 就说明我们没有进行回答 那么你没有回答 我们也要给你一个语句啊 我们要给他打印出来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要打印放弃 他是不是就放弃了呀 然后是过 打了放弃过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同学们往上翻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give up下滑线count 这个技术我们还要给他加一吧 give up下滑线count 咱们计算的是 一共放弃了多少题 是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把这个give up下滑线count 然后它加等一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ase 还有一种情况除了答对 除了没答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是又答错了呀 那么答错了啊 那么如果答错的话 我们给他答应出来一句话 我们给他答应出来一句话 答错了 当然最后还要再鼓励一下啊 所以是再接再例 然后呢再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是吧 正确答案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程序啊 我要告诉我们的用户 这个正确答案我们在后面写在哪呢 这个正确答案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word啊 是吧 这个就是咱们的正确答案吧 因为这个就是咱们抠掉的嘛 我们这个black是随机挑选到的 那个被抠掉的字的索引 是吧 所以我们words 然后以这种索引的形式 就可以精确定位被抠掉的那个字吧 在你答错的时候呢 我们要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老师给他放在后面看行不行啊 可以啊 在告诉你答错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告诉你正确答案是啥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要 是不是前面还有一变量 我们再看前面其实还有一变量 这变量是什么 是回答错误的题目 所以我们把这个计算 回答错误题目的数量的这个变量 我们还要再给他加上一个1 所以在这下面啊 我们要给他写上一个error下滑线count 让他加等于1 好了啊 然后到这一步 我们的主流程这就已经完成了吧 我们主流程这已经完成了啊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结果给他打印出来 在打印的时候 老师在这地方给同学们弄一个比较好看的打印吧 我们在print这里啊 我们给他写一个 在这里 首先我们让他显示出来 就像菜单一样的一个界面啊 我们在这儿是吧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在这儿让他显示出来 类似于菜单一样的一个界面啊 成语天天乐 首先显示的是闯关选手 这个闯关选手不就是我们的nam吗 那个变量 然后闯关题目的个数 就是你当前应用做了多少题 就是那个count 是吧 然后答案正确的 答案正确是那个好像是write write count 这答案答题正确的一个数目 然后回答错误呢 就是那个error count 然后放弃的就是give up count 然后最终得分就是score scores 好 我们在这里也是用格式化的形式 对他进行输出 所以在这个后面在这儿 我们要给他写上一个格式化 由于是一次性格式化多个数据啊 所以我们把这些数据啊 都要给他放在一个圆组里面 让他进行一个复值 第一个复值的变量是nam 第二个复值的变量是count 第三个复值的变量是write count 是吧 然后第四个复值的变量呢 是error count 第五个复值的变量是give up count 第六个呢是score 分数 OK了啊 我们现在所有的已经万事具备了 所有的代码都已经写好了 只先动用 我们只需要让他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让他运行 引起来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步它显示出来了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游戏做完啊 做完之后老师再带着同学们看一下 挑战者的名字 就比如说我属于一个阶阶是吧 然后正在加载中 它第一道题目是什么欲而安 我知道 随欲而安是吧 我写个答案是随 恭喜你答对了 然后是什么国 什么城 什么国 什么城 好像是倾国倾城吧 并且还是同一个数字 但是呢 我为了显示出来 就让他 就是老师这个三个题目 最好是一道题答对 一道题答错 一道题弃权是吧 那么这道题我就弃权了啊 那我就直接按一下回车 他给我显示的是放弃过是吧 然后是黄金石黄金石带啊 我在这里我就随便的写一个黄金石一 我当老师写了这个黄金石一之后 他显示的是我打错了是吧 然后再些再利 并且他告诉我正确答案是带啊 然后等到这个三次循环结束之后 就从那个威尔当中跳出来了啊 之后他显示最后的一个显示结果 是成语天天乐 然后的闯关选手是什么 是接接 然后呢 题目 闯关的题目个数 一共是写了多少个成语呢 是三个 回答正确议题 回答错误议题 起权议题 最终得分是一分 好了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这个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我们这个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 就是非常简要的给同学们 介绍一下他的一个流程吧 我们看他这个这里 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把Words给他打印出来了 是吧 首先我们是调用了我们的Rundown随机模块 然后在这里我们先是设置一个空列表 这个空列表是容器 它装的是什么 它装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成语点成文本 这个文件当中读出来的那些成语 是吧 我们全都给他装到这个列表里面来 当然在这里啊 打开文件 我们最好用withopen的形式是吧 第一个参数是你要打开的 那个文件的名称 当然也可以写写绝对路径啊 都可以 然后我们是以读的形式把它打开 including我们以什么编码符 咱们以什么编码去读取这个文件 我们以UTF-8的这个编码读取文件啊 然后as a fair之后 我们用for循环的方式 把这个文件里面的每一行的内容 都给他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一行 不就是便利出来一个成语吗 然后在这个成语的最右边 它有一个-n换行符啊 我们要用strip的这个函数 把这个左右脸边 把字符算左右脸边的 不管是换行符 还是空格 还是type键 全都给它清除掉 是吧 当前的这个9 它就没有换行符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9 其实当前这个9 它就是一个成语 是吧 一个清洗完成的成语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成语 以apana的形式 追加到words 这个列表当中来 之后我们把这个words 打印出来吧 你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打印出来的一个words 是不是所有的成语 全都追加到了这个列表当中啊 我们可以 老师就不带同学们 往后翻了 应该可以想到 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它就是全都是这种成语嘛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是 impot挑战者的名称 是吧 我们要输入挑战者的名称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是对 回答正确的题目数量 回答错误的题目数量 一些放弃题目数量 给它做一个 初始化的一个复制 全都给它复制是0 然后这个呢 是序列复制的一个形式 之后我们还要有一个计算的是 你的总得分数是多少 是吧 总得分数也等于0啊 然后答应出来这三句话 朋友们可以看到 答应出来这三句话了吧 之后是count等于0 这个count计算的是 你当前一共回答了多少道题 也就是说 你这一组是吧 你这一组想回答多少个成语 老师这一组是回答三个成语啊 所以是小于3 所以老师这地方写的是小于3啊 那么在它进行一次循环的时候 不管你这道题答没答对 首先我们先让count给它加1 因为你循环一次就说明你已经考验了一个成语 已经填了一个成语 咱们第一步是把我们当前一共测试多少个成语的这个数量 咱们先给它加上1 先给它加上1之后 我们从这个worth是吧 就是从这个列表里面啊 我们先用redom.choice的形式从里面随机的挑选出来一个成语是吧 然后把这个成语复制给worth这个变量 接着呢一个成语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一个字符串它的位置也是用索引的形式来进行代替的吧 是0123 这是锁引号 然后呢我们就随机的从这个列表当中随机的提取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我们随机的提取出来它的一个锁引号 然后我们把锁引号复制给blank 然后我们你想扣掉哪一个汉字 你就是word 然后下面写上一个blank的形式 去定位这个字符串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数字的位置是吧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用到了words.replace replace这个函数 在我们函数当中 在我们字符串当中啊 意思是替代是吧 那么要进行替代的话 首先替代函数运行起来必须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想替代哪一个数字 是吧 然后第二个你想用什么样的新字符串去替代它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是先把我们随机出来的那个锁引号的这个汉字 给它去除掉是吧 给它替换掉 替换成括号问号 这个就是我们替换出来替换完成的这样一个形式吧 看上去应该意思非常明确啊 就是问你这个是什么预而安是吧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当前循环做到的是第几道题 以及包括这个new new fashion word 就是替换之后的这个新的成语 给它打印出来 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输入答案呢 所以是import你的答案是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它输出的是你的答案是 然后如果我们输入正确的话 是吧 我输入的随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输入的这个汉字呢 它是复制给我们的user 消化线answer这个变量 也就是看啊 你输入的这个汉字复制的这个变量 和它抠出来的这一个汉字 是不是一致是吧 如果是一致的话 那么你就是回答正确了吗 回答正确同时分数加一 然后回答正确的数量加一 如果说你放弃的话呢 也可以 放弃呢 就是什么都不写 直接按回车 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input 这个复制得到的 是不是就是一空字不穿啊 什么啥都没有 就是user下滑线answer 如果等于空的话 说明你直接回车了 什么都没有输入 这时候答应出来放弃过 并且把give up下滑线count 就是一共有多少题 放弃了这个数量 给它加等于一 那么除了这个答正确了 放弃了之外的 不就是答错误了吗 如果你错误的话那就是else 那就答错误了 再接再厉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下面是答错了 再接再厉 并且它会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 那正确答案就直接 你是如何去定位 那个coteau的那个汉字 那么你就把它显示出来 这不就是正确答案吗 好了 然后我们同时把 就是回答错误的 这样一个技术 让它加等于一啊 然后接下来老师是把它 以这样的界面 给显示出来啊 这就是等于我们最后的一个成绩答案的一个形式 是吧 然后把我们的是谁参加了这个比赛 一共回答了多少道题 回答正确有多少道题 回答错误有多少道题 是吧 放弃了多少道题 然后最后的得分是多少分 全都给它显示出来啊 这个呢就是老师给同学们 看了这一个 小例子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成语天天乐 那我们把成语天天乐 也给它注释掉 接着我们再给同学们 介绍一下一个案例啊 下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下一个案例啊 老师把 给同学们 下一个案例是我们登录 就查看登录日志 不是登录查看日志 是查看登录日志 日志这个概念啊 日志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整个计算机后台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日志是什么呢 日志就是记录咱们 这个程序运行的每一步 记录咱们程序运行的每一步 这就叫日志 然后啊 其实我们 就是一个计算机 它在运行的时候 它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吧 包括 当这个日志 它可以记录问题 它可以记录 它也可以记录 你的整个后台的一个运行情况 运行的一个参数 全都可以进行记录啊 那么同学们知道 我们这个 一旦一个程序上线了之后 它是24小时运行 是吧 它是24小时运行的 然后你人不可能在旁边 一直盯着看它24小时 然后看它是否出错啊 或者是看它是否有些特殊的运行情况吧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日志 咱们日志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想让哪一个步骤 就比如说是老师刚刚的这一个什么记录当前的分数啊 是吧 记录有多少题正确 多少题错误 这一些 就是你想在我们后台里面 有哪一个信息你比较关注 然后当这一个信息发生 就是当这个语句运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语句的信息啊 作为一条记录 就作为一条信息 就记录到我们日志里面 这个时候呢 就比如说24小时之后 或者是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来查看当前的这个日志 你就会看到你所关注的那一个状况 它的一个运行情况啊 它会在日志里面记录的非常清楚 就比如说是什么时候运行的 是吧 在哪天哪时哪分哪秒运行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运行的这个情况 有没有正常的运行 或者说它是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运行状况等等啊 这些都会记录的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志啊 然后老师在这里呢 是给同学们写一个 就是咱们写一个非常非常 简单的一个日志功能啊 这日志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登录日志 就是在老师在这儿 也设置了一个 我们当前登录的一个用户名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用admin 是吧 同学们知道admin在我们电脑里面 基本上是管理者的意思 是吧 就是说我们如果以admin的账户 并且密码是123的这个密码的形式 登录我们当前的这个账户的话 我们就可以登录进去 那么你在登录的这个时间点 是吧 是什么时候进行登录的这个时间点 包括这整个登录的信息呢 就会存入到我们的日志里面 就会存入到我们的日志中来 然后呢 等到你下一次 是吧 再以这个admin账户并且密码是123的这种信息 你是在登录我们当前的这一个网页 然后就是同一同一种格式的信息 就是谁谁谁admin是吧 密码 然后在什么时间点登录当前的网页了 然后这条信息呢 就又会存入到我们的这个登录日志当中来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登录日志是吧 它在后台真的运行起来了 然后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以查看这个登录日志 等你查看这个登录日志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当前这个admin 是吧 它是在这段时间之内 也是分别几次登录到我们当前这个系统 而且是以什么时间点登录到我们当前这个系统啊 就会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啊 我们做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我们首先来进行我们这个程序的编写 那么在进行编写的时候 同学们知道老师刚刚说了 是有一个时间点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日志信息啊 不仅记录的是谁 还有什么时间登录我们当前的这一个系统的吧 所以我们如何去确定这个登录的当前的时间呢 在这里啊 我们要导入一个我们的第三方 导入一个我们要使用的模块 就是我们的time模块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import the time time模块在我们这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所以呢 我们当前先导入一个import time 导入之后啊 老师在这里就先把我们的主函数的逻辑给他写完啊 写完了之后啊 我们再回去再写我们具体的一个个功能函数 好然后在这儿我们先写一个主函数是吧 if如果说我们当前这个模块就是我们的主功能模块的话 我们就要运行下面的主函数了 然后在这儿老师刚刚是不是说啊 如果我们以admin这个账户进行登录是吧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我们要输入我们的登录的账户名称 以及登录的密码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输入是我们的userlame 是import import什么呢 我们要输入的是pase please input 请输入你的用户名称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输入的 第二个要输入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input 你的登录密码 请输入你的登录密码 这是咱们第二个要进行输入的 首先咱们要把我们的用户名称和用户名称给它输入进来 输入进来之后呀 我们要对它就是对我们输入的这些用户名称和用户名称 做一下判断 如果你输入的这个用户名称等于admin 并且 并且什么呢 并且你输入的这个pw 并且你输入的这个登录密码等于123的话 是吧 如果说我们输入的登录名称等于admin 并且我们输入登录密码等于123的话 我们就登录成功了 这时候给你打印出来一句话 登录成功 当前咱们就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 那么我们 登录成功之后啊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当前的这个登录信息要写到我们的日志里面中来吧 同学们看 我们当前在这一步是吧 在输入了登录的 账户名称 输入了登录的密码 并且把它进行的一个对比 发现是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登录成功了 是不是在这一秒 在这一秒当前admin这个用户就已经登录了我们当前的这个界面了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一条登录信息就要写入到我们的这个log.text就是那个日志文本中来了啊 然后在这里啊 其实我们要用一个函数来做到这一点 WRIT这个函数叫WRIT WRIT是吧 WRIT WRIT吗 是WRIT L-O-G-R-N Login Infor 就是我们实现实现就是写入登录信息的这样一个函数啊 怎么样把这个写入进去 这个是我们记录日志是吧 这是咱们的记录日志 我们当前这个函数还没写 我们先把我们的主函数这个逻辑给它丰富完成啊 丰富完成之后我们再来写这一个个功能函数 好 然后等到我们写 等到我们登录进去之后 是吧 我们把这个登录的信息已经写入到我们这个函数 就是写入到我们那个重文本中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做的是什么呢 咱们是需要让它显示一个信息 显示信息是什么呀 就是问我们的用户是吧 咱们问我们的用户 你当前可以选择的操作呢 有两种 就比如说输入0退出当前登录 输入1查看我们当前的这个log 就是日志文件里面的这些登录信息 所以啊 等到我们 等到我们这个admin用户是吧 登录了我们当前这个系统 并且呢 它的这一条整个登录的完整的信息啊 已经写入到我们的日志文件log.tax的这个存文本中来了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用户不能就在那就在那坐着就不动了吧 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我们让它有一个操作可供选择 那么当前就只有两种操作可供选择 第一种操作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0的话 是吧 就从我们这个登录日志当中退出出来 如果你如果是选择1的话呢 你就可以查看我们这个log.tax的这个登录日志 好 然后我们这个旭向画线infor就是我们的这个提示语句 然后接着咱们是不是就来开始进行一个选择了吧 接着我们就来开始进行选择了 在这个选择里面呢 我们要把它写入到一个well choose循环当中来啊 然后我们 然后既然是进行选择 咱们是不是就有一个函数是可以输入是吧 是根据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用户进行输入的吧 所以这是我们依然要写个import输入函数 在这个输入函数里面还有我们的提示信息 请输入要操作的数字 是吧 你是选1还是选2 然后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数字啊 要进行一个对比 对比完成之后 然后根据它输入的不同的数字 让它选择不同的走向吧 它有一共有两个走向吧 所以呢如果要对比数字的话 是不是要把我们输入的数字 由字符串的形式把它转换成整形的形式啊 所以接下来在外面啊 我们有一个整形 就是一个数据转换的形的这样一个函数是吧 把咱们的输入的数字 由字符串的形式把它转换成整形的形式 转换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判断了 如果我们的number等于0的话是吧 如果等于0的话 那么如果你选择的是0的话 那你就是选择退出了 那么我们告诉你退出成功 那么既然是退出的话 其实退出啊 就是从当前这个死循环当中退出出来啊 那么如何从死循环当中退出出来 是不是直接打破这个死循环是吧 就不认为一个调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呢 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 是如果我们选择的数字是1的话 如果number等于1的话呢 如果number等于1的话 就是我们要查看登录日志 查看日志吧 然后那么我们如何去查看日志 我们在这里啊 也要写一个函数 让它实现的功能是查看日志 当然我们当前这个函数还没有写啊 老师先把这个函数给它写在这儿 那么当前函数呢 我们就叫它read下滑线loginfor 这个功能是查看日志 好 同学们看啊 我们输入的可能是0 也可能是1是吧 那么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捣乱分子 是吧 它还输入了其他的字符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符合else的这种情况了吧 如果符合else的这种情况 我们先要给它输出的是什么 0输入的数字有误 有误是吧 你输入的又不是0又不是1 是吧 你想干嘛 那么所以我们要提醒你 0输入的数字有误 然后把我们指导你输入数字的这个信息 再让你看一下是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info 我们要把这一些info 就是告诉它你是输入1啊 还是输入0啊 的那个提示信息 再让你看一遍啊 好 然后同学们看在我们这儿 在前面有个if是吧 这个if里面是当我们输入的用户名是admin 输入的密码是123的时候 它判断正确 那么否则呢 否则就是咱们输入的 不管是admin错误 还是123错误 或者是两个都错误啊 不管是哪一种 它都要进入我们的else是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逻辑 咱们的这个这叫什么 好像是叫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是吧 逻辑运算符它是暗的啊 那么在这个else后面 我们要给它写什么呀 是print登录名是吧 或密码错误 咱们还给它写一个碳号 好 我们当前要写的就是我们的这1234是吧 就是这一共是三个函数啊 这三个函数其实并不难写啊 其实并不难写 我们首先写第一个函数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写个最简单的啊 就是我们的修info 咱们先写个最简单的修info 修info这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呢 修info函数的功能就是提示你是吧 让你输入0或者输入1 然后告诉你这个0和1 分别的导向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啊 它是一个提示输入数字是吧 执行相应的操作 如果是0的话是退出 是吧 如果是1的话呢 是查 如果输入的是1的话 作用是查看 哎呀 登录 日志 是吧 如果是1的话 是查看登录日志 好 然后接下来啊 在接下来 在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写的函数是我们的这个 write log info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呀 是不是在我们登录成功的这一刻 把是谁 是吧 把是谁 然后包括在什么时候登录的这个信息 存入到我们的日志文件当中来吧 是吧 这个是我们函数的作用啊 好 我们现在就来写这个函数 哎呀我们这个pycham啊 它也是需要改进的啊 咱们pycham也需要改进 然后我们把这个username给它传入进来 好 然后在这里呢 老师要给同学们介绍几个函数啊 比较重要 这几个函数其实还挺重要的 所以啊 老师在这个例子里面啊 把这几个函数给同学们简要介绍一下 首先给同学们介绍的是我们的time模块里面的time.time time 我们这个time是我们的第三方模块 是吧 如果我们调用time.time的话 它返回的是什么 它返回的是当前时间的时间戳 什么叫时间戳呀 时间戳是从我们的 这好像算是一个公元纪年 是从1970年1月1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过了多少秒 那这一个秒数的总和 就是我们用time.time这种形式获得的时间戳 这个就是我们time.time 如果我们调用time.time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串数字 这一串数字呢 是时间戳 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是从1970年1月1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有多少秒数 把这个秒数给它加在一起的一个总和 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戳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time.local time 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格式化时间戳为本地的时间 因为同学们知道 其实我们根据我们地球不同的时区 是吧 根据我们地球不同的时区 它计时方式不一样吧 咱们是中国是属于东八区 是吧 是属于东八区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间戳 其实世界各个地方啊 它的时间戳是统一的 时间戳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不同地区的计时时间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怎么获得 就是我们处于东八区的 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就调用的是 我们的time.local time 同学们可以看到 local time lock在我们英语里面 是本地的一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local time 它的作用就是 格式化时间戳是吧 然后格式化完这个时间戳之后 获得的是啥 获得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位于东八区 这里获得的是 我们当前的这个时间啊 那么如果我们 现在是所处的位置 是在欧洲 或者是非洲 是吧 是一些其他的 这样一个区域的话 那么我们调用time.local time 这时候 它就是同样的一个时间戳 它给我们返回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啊 local logo 一席又不要这样啊 因为很过分啊 相当过分 好 反正 反正老师 老师也不说这个log 它的作用是什么 反正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是 如果是time.logal time的话 它的作用就是格式化时间戳 然后获得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区的时间啊 好 然后接下来老师给同学们介绍的是 我们的time.streetftime 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好像是介绍了一个streetftime 但是我们在昨天的课程里面 那个streetftime是从datetime这个模块调用出来的 是吧 从datetime这个模块调用出来 老师今天给同学们介绍的 是从time这个模块调用出来的啊 虽然说它是从不同模块调用出来的 但是它的这个功能含义啊 就是它的含义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streetftime的含义它是什么呢 它是接收时间元祖返回的是可读的字符串 意思很简单吧 你就说我们当我们调用这一个streetftime的时候 我们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的功能是一个时间 然后把这个时间啊 由时间元祖的格式 就是由时间格式 把它转换成字符串的格式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就是获取的其实是一个时间 是年月日十分秒的这样一个时间 只不过呢 是把它的数据类型啊 是从时间格式把它转换成字符串的形式 那么如果我们调用的是streetftime 我们昨天用的是streetftime是吧 如果是streetftime呢 就是把它由字符串的形式 再把它转换成时间的这种格式吧 这就是一个不同啊 好在这里啊 老师先把这三个作用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三个 三个time这个模块的功能啊 它还是比较会常用到的 好我们来开始编写啊 那么首先第一步在这里 我们是要获得我们当前这个用户登录到 咱们就是这个系统当中的这一个时间是吧 把它获取之后 咱们要把这个时间给它写入到一个重文本当中去吧 所以在这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要打开一个文本是吧 所以我们要写 要取这个提示啊 哎呦就这个picham 你说这个 这种提示真是太受不了啊 好所以我们要用的是withopen的形式 然后我们这一个重文本 咱们这个日志 就这个重文本 它是一个日志文本 我们就给它取名是log.text 然后它应该是一种追加的形式是吧 它应该是一种追加的形式 把它读取 就是这个数据添加的吧 因为我们在你 我们这个日志 它记录的是 我们登录一次是吧 记录一次信息 然后再登录一次呢 再记录一次信息 然后再登录一次 再记录一次信息吧 咱们这些信息应该是以追加的形式 给它写入到我们这个重文本当中来的啊 所以我们是以A的形式来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F 点SF是吧 SF之后我们要写一个 我们的就是 我们要打开文件之后 我们要把一串数据写入到这个文件当中来 那么这串数据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以格式化输出的形式来写这段数据啊 这段数据应该什么 这段数据应该是用户名是吧 是谁登录的吧 所以第一个信息应该是谁是吧 用户名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呢 是登录时间是吧 你是什么时候登 哦 这个 就不应该是这个登录了 应该是这个登录 刚刚那个登录应该是打仗时候的登录啊 我们现在是登录网页啊 所以我们 所以咱们的登录应该是这个 第二个呢 是登录的时间是吧 登录时间是 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开始写了啊 登录时间是 首先我们调用的是 CF time 在这个CF time里面 我们要给它写入一个 咱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格式来记录它啊 年 月 日 是吧 哦 时 哦呀呀呀 太麻烦了啊 分 秒 记录的一定要详细一点是吧 年月日十分秒 就是你什么时候登录的年 你什么时候登录的秒数 咱们都给你记录上啊 好 然后后面什么呢 后面是我们的 trme time 点 local time 然后后面跟的是 time 点 time ok了啊 好 咱们把这个折行过来 是吧 咱们从这儿给它折好 自己等等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哇 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 123 它这个地方 它感觉不到嘛 他 那我们从这儿去 along 那我们就滑过来给同学们讲解一下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是我们登录的时间是什么 在这个登录的时间上我们看到它嵌套的似乎很复杂 我们怎么看这个嵌套 首先这是我们格式化的一个大括号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看什么呢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在最里面嵌套的这个 咱们首先看在最里面嵌套的这个 咱们从一层一层从你往外来看 从你往外来剖析 首先这个time.time的时候它获得的是什么 time.time的时候它获得是当前时间的一个时间戳 在time.time这它获得是当前时间的一个时间戳 然后它获得的这个时间戳 这个时间戳其实就是从1970年1月1号 一直到当前这个时间的总的秒数 一共过了多少秒 我们获得当前时间时间戳 获得到时间戳之后呢 我们是接着是用time.lock time把我们的时间戳包住 意思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时间啊 由时间戳的形式把它转换成咱们在东八区这边的一个年月日十分秒的一个时间格式吧 只不过但是呢 但是当前我们这个时间格式啊 它还是time 时间类型 然后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年月日十分秒的这个时间 由时间类型把它转换成最次不串类型 所以在这里我们调用了time.strf time这个函数 同学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函数后面它有一个这个括号是吧 在这个括号里面其实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转换的一个格式 第二个参数呢 是我们要转换的这个时间 对吧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要转换的时间类型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吧 然后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时间是吧 已经获得了 咱们当前时间已经获得了 获得了之后 咱们要把它的类型 由时间格式转换成字符串的格式 那么你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把它转换过来 你是让它只显示年月日 还是只显示十分秒 还是年月日十分秒全都显示出来 或者是这个十分秒放在前面 年月日放在后面是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 就是你想让这个时间啊 由时间格式转换成字符串格式之后 你想让它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啊 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时间输出形式 把它输出出来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这儿啊 其实这也是站位符吧 同学们看到 这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的站位符啊 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格式当中 大Y代表年是吧 小M代表的是月啊 小D代表的是日 然后这个大H代表的就是时间 就是一个小时的意思啊 然后这个大M呢 代表的是分钟 这个大S代表的是秒 那么在这里 这个显示格式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函数 是吧 把我们这个时间啊 由日期格式转换成字符串格式之后呢 要把这个时间由年月日 而且年月日中间是用横杠的形式隔开的 然后加上一个空格 然后后面跟着的是十分秒 然后十分秒中间呢 是用帽后的形式进行间隔的 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把它输出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老师这样一说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比较简单了 我们Time and Time 首先获得的是当前日期的一个时间戳 是吧 然后呢 Time and Log Time 是把这个时间戳呀 转换成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时区的一个时间日期啊 是吧 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东八区 就是咱们当前所处的是东八区 是吧 东八区的这样一个年月日十分秒 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是哪分哪秒的这样一个时间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当前在赵 其实这个地方后半部分 这个得到的已经是年月日十分秒了啊 就是日期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是呢 它的类型格式 它是Time的类型格式 时间的类型格式 但是啊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一个字符串的类型格式啊 我们把它转换成字符串的类型格式 之后我们才能用这种格式化的这种输出形式把它输出出来嘛 是吧 所以在这我们要把它的一个就是数据类型啊 对它进行转换 所以就调用了我们的Time.stif Time的这个函数啊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我们要转换的这个具体的时间 是作为第二个参数 给它放在这个小括号当中 然后第一个小括号里面的参数什么 就是你既然要把这个日期是吧 这个时间把它转换成字符串的形式 然后你想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它输出出来嘛 然后我想让它以年月日十分秒的形式给它输出出来啊 我们就对它进行这样的定义啊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在前面 放在日期的前面也是可以的啊 好 然后到了这一步 咱们是不是 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是吧 这个数据如何的把它给输出出来 当前其实整个数据全都包含在一个字符串里面吧 是吧 然后怎么把它输出出来 我们已经有了吧 接下来怎么要干呢 是什么呀 是不是把这一个S把它写入到我们当前这个文本当中来 就可以了吧 OK OK 然后我们当前把它写入到我们的文本当中来就可以了 怎么写啊 咱们是直接是F.write 是吧 我们要把它写入到写入当中来 所以是F.write S 然后写一行干嘛呢 我们还要让它有一个空 有一个换行符是吧 所以是-N 这个-N得放在一个四伏串里面 -N 写一行还要有一个换行符 好 我们当前的这一个函数已经写好了 接着就是我们写下一个函数吧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函数 下一个函数是读取 咱们的日志 下一个函数的功能是读取我们当前的这个日志吧 读取日志怎么读取啊 不就是with open我们的log.text 是吧 然后直接SF吧 直接SF 如果说它读取不成功的话 我们再给它加上那个UTF-8啊 然后在这呢 我们是以此循环的形式把它一行一行的数据给它夺取出来 所以是9等于F.read9 是吧 F.read9 它一次读取一行一次读取一行 然后呢我们以此循环的方式把它所有的数据全都读取出来 当然要给它写一个退出机制 如果9等于 等于空格是吧 什么时候它是空字符串 就是把所有内容全都读取出来了 然后直到读取那个空行的时候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的9就等于空字符串了 如果9等于空字符串的话 我们就从当前的循环当中破除出来 所以是break else 否则 否则呀 我们要把这个9给它打印出来 只要有的读是吧 只要还有数据我们就把它全都读取出来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啊 好 接着啊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们来操作一下 首先输入你的username 诶 诶 老师这个怎么了 哎呀我这个 嗯 嗯 呀呀呀 啊 这样也可以啊 我刚刚是怎么了 要不然就这样操作吧 我们就将就一下啊 首先读 读输入你的名字 比如说我输入的是admin 是吧 然后呢 我输入的密码是123 然后登录成功了 是吧 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 它有执行相应的操作 0是退出 1是查看 登录日志 比如说我就直接 咱们就直接先退出吧 好 咱们已经退出了 退出的同时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老师这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log.tax的这个文本啊 在我们这个文本里面啊 它果然出错了啊 是吧 是是是 UTF-8 log in gbk 当然老师点的那个 点log in gbk之后 它也可以显示出来啊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 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规避刚刚的这个错误 就是在我们输入文件 就是在我们前面啊 在这里进行写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的incoding 给它写成UTF-8的形式 是吧 然后在下面读取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incoding 给它加上UTF-8啊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刚刚是 这个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登录信息 我们刚刚老师是不是直接登录之后就退出了吧 他这里往是不是显出来 用户名是Admin 登录时间是2022年0-2-24 20.46.47 是吧 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好的 我再让它登录一次啊 就是我再运行一下 我当前的这个程序啊 老师感觉这个电脑 大概是有些太慢了啊 好 然后比如说我用用Admin 是吧 123的形式又登录我们当前这个 然后比如说我输入的是1吧 我要查看登录日志 这时候我输入1查看登录日志的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是不是显示两个登录日志啊 它显示的是两个登录日志吧 然后我现在就直接退出吧 现在就直接退出 然后我们再点开这个log.tax的 我再点开log.tax的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刚刚是登录了两次是吧 登录两次 这个是第二次登录的信息也给记录进来了啊 那么老师就不再给同学们操作了 如果我再登录一次的话 那么第三次登录信息 它也会记录到我们这个log.tax的这个成本当中来啊 这个确实是比较好啊 用这种形式就可以记录你这个用户是吧 比如说我过一段时间再查看 你就会非常非常明确的看清楚 当前这个用户 他什么时候登录了我们这个系统啊 或者什么时候使用了咱们的这个APP等等啊 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记录啊 就会非常的详细啊 好 把它给删除掉 那么我们这一个代码 需要给同学们再过一下吗 应该不用吧 要不然我们就非常简单讲一下吧 首先我们是看我们的曼函数是吧 在这里首先要输入的是你要登录的这个账户名称 然后登录的密码 如果账户名称等于admin 然后同时密码等于亚三的话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的同时把你登录的就是谁谁谁在什么时间点登录的这条信息 同时写入到了我们那个log.tax的这个日志当中来是吧 然后呢 还会显示一个信息 就是问你登录进去之后是退出还是查看当前那个日志 并且啊 接下来呢 会进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 这个死循环就是问你是操作的是0还是1 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输入的是0的话 就是退出当前系统 我们就直接打印退出 然后从死循环当中退出出来 如果呢 你输入的是1的话 就是查看日志 这时候 他打印出来是查看日志 并且呢 我们需要调用的是查看日志 read下滑线loginfo这个函数 然后 否则什么时候否则 就是你输入的既不是0又不是1 是一个其他的数字的话 就告诉你 你输入的数字有误 并且还把这个 下滑线info这个信息给你看一遍啊 然后接着就是 如果说你输入的这个 登录的账户 或者是密码有一个不正确的话 都给你显示出来的是登录名或密码错误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一个 如何去记录登录信息 其实记录登录信息的这一块 我感觉同学们操作 看起来应该并不是很困难 是吧 就是如何去往 这个日志里面去加入内容 肯定是以追加的形式吧 肯定是以追加的形式 然后在这里主要的重点内容 大概是这三个函数的一个理解 包括这三个函数在后面的一个套用 刚开始看起来大概会觉得有些麻烦 是吧 一层套一层 有点像那种俄罗斯套娃的感觉 但是老师刚刚给同学们解释的 应该还比较清楚 是吧 一层一层从最里层往外 一层一层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 原来就如此嘛 是吧 就是每一个函数的功能 大概都会 应该能够比较清楚的进行理解 其实我们这个碳模块 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我们这三个函数 也会经常用到 所以同学们对他进行一个了解 是吧 并且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个日期 是如何给他正确的 一步一步进行转换的 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然后我们获得了 他的这个登录的日期之后 我们把这个数据 再给他写入到 我们要追加的 这个logden text的 这个充本当中来 是吧 并且追加一个日志之后呢 我们给他加上一个换行符 追加一个日志 增加一个换行符 然后后面呢 就是我们在读取这个日志 读取日志这一块 感觉应该是 现在是so easy了 咱们是不是 直接打开这个文件 是吧 然后有VL2的形式 就是死循环的形式 把它一行一行的数据 全都给他读取出来吗 到什么时候 从死循环跳出来 就是一直到读取的数据 等于空字五串 就读到最后都没有的读了吗 是吧 我们就从死循环当中 跳出来 否则的话 只要还有的读 我们就仍然读取 并且读取一行数据 打印银行数据吧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 给同学们说的 这个登录日志 其实日志这个内容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日志信息 不管是 对我们用户的行为 进行监测 是吧 或者是对你的 整个系统的一个 安全状况进行监测 都是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的一个可视化图表 可视化图表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可视化图表这一块的话 老师给同学们看一下吧 老师给同学们写一下吧 MPOIT 可视化图表这一块 在我们后面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数据分析老师 会给同学们介绍的非常清楚 然后老师在这一块 就是把它一些 非常简单的功能 先给同学们看一下 咱们在进行 可视化图表的时候 会有两个模块 是经常会调用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metaplotlib这个模块 咱们首先调用 metaplotlib里面的 pyplot这个函数 然后splt 是吧 我们调用到这一个函数 然后调用它的功能之后 然后 我们这个时间 现在比较宁静呢 老师就不给同学们 把这个代码群的打印出来了 咱们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运行一下 然后老师把里面代码的逻辑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啊 好 然后咱们在画图的时候 其实可以调用两个模块 第一个 经常使用的模块 就是我们的 metaplotlib 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使用 metaplotlib里面的 pyplot 是吧 老师把这个给同学们 粘贴过来之后 我们先运行它一下 运行一下 同学们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 metaplotlib打印出来的一个图表 首先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 打印出来的是一个饼图 是吧 然后内容呢 是打印8月份的一个家庭支出 包括是房贷 可以看到 这个家庭负担非常的重 应该说是一个月没有收入的话 大概这个房贷都会断交 这个房贷首先就赚了70% 是吧 然后等等交通 其他育儿饮食 非常不容易 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当前是怎么给它打印出来的 首先我们调用的是 plt这个里面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啊 是我们打印出来的那些中文标签 中文标签它的一个字体类型啊 因为同学们知道 我们在用word的这种编 就是用word来写我们的汉字 来编辑我们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也要选择字体 是吧 就是这些信息吧 那么在我们的metaplotlib里面 也是同样的 就是你的那些标签 就是同学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交通等等这些 它的一个字体类型 你想用一种什么样的字体 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具体的字体类型 咱们需要给它设置一下啊 就用我们的plt.rc param的这种形式 给它设置我们的一个字体 然后后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标签 是吧 这可以看到 刚刚在丙图旁边啊 然后就是这一块区域 它代表的内容是什么 可以看到有交通 育儿房贷交通等等 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就是通过我们的neighbor 这个标签 给它传入进去的 然后这个size 这是什么 size就是 同学们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个 我们再让它运行一下 是吧 当前这个程序里面 同学们看到这个百分之几 它是如何算出来的 是吧 这个百分之几 等等这个占比 是如何算出来的 它就是通过我们这个size 大小算出来的 在我们这个size里面 size和neighbor之间 它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 就比如说我们娱乐 娱乐的这个标签 它占用的数据是2 它的数据是2 育儿这个标签 占用的数据是5 饮食呢 是12 房贷是70 然后交通是2 然后其他是9 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 全部都给它加在一起 得到的一个总数n 然后就比如说 我们想看娱乐 它的占比是多少 那么不就是2除以n吗 是吧 然后我们想看育儿 占多少 那就是5除以n 等等啊 所以啊 我们刚刚的 看那个柄图上面的 那些占比 它就通过这样的形式 把它算出来 那么这个size是什么 size就是这个标签 它的一个真实的 一个数据值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 EXPLD Explode Explode 意思是我们 就是各个占比之间的 一个间隔数 是一个间隔数 比如说同学们 现在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有5个数据 1 2 2 4 5 6 有6个数据 是吧 我们这个间隔数 它是1 2 3 4 5 6 6个 我们怎么看它 有些不同呢 我们把这个0.1 让它变成0 让它变成0的时候 我们再让它运行一下 哎 同学们看到 它是不是 所有的柄图之间的份额 全都连在一起了吧 然后我们再让它变成什么呢 我们再让它变成0.1 我们再让它运行一下 这时候看到 交通突出来了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Explode的作用 Explode就是一个分离值 是吧 就是看这一块区域 和其他区域是紧紧的贴合在一起啊 还是给分离出来 让它凸显出来的这样一个分离值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Explode 好 然后接下来 既然我们是要画丙图 是吧 在我们的Metplode里标 除了画丙图 还可以画我们的一个什么柱状图 是吧 还有什么扇形图等等啊 这些图全都可以画啊 那么我们如何去画这些不同的图 就是调用不同的函数 如果画我们的丙图的话 咱们就调用Plt里面的Pi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传入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画丙图的时候 每一块区域占用的数据 是吧 首先size要给它传入进去 然后是Explode 就是每一个区域啊 它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啊 还是有块区域给它吐出来 就是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Explode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neighbor 就是不同区域的标签 是什么是吧 就是咱们的neighbor 然后后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不同区域占比 它的一个小数位 让它显示的是多少位的一个小数啊 然后这个shadow shadow就是我们的一个阴影 是吧 不同区域的一个阴影 当然同学们如果想看差异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first 给它改成TiU2的形式 然后再用它程序运行一下 你就会看到 shadow是取直是first和2之间的一个差距啊 好 然后这个start anign angle是吧 start angle 它这个变量呢 代表的是我们 秉图的一个倾斜程度啊 好 然后最后呢 这就是我们秉图的标题 那是我们的秉图事例 是8月份家庭之初 最后是plt.shu plt.shu什么呢 前面的这些啊 都是画一张秉图是吧 前面的这些语句 全都是画秉图 后面呢 这个呢 就是展示秉图 就是你如果想把这个秉图 给它展示出来 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 你就直接写一个plt.shu plt.shu show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模块 叫e-chars 我们的pass里面画图啊 除了刚刚的metplotlib之外 它还有e-chars e-chars这个也是我们画图的一种方式啊 老师当前啊 我们就来运行这个 我们让它跑一下 跑一下之后 同学们看到 没有 没有看到 老师这个旁边的这个 出了一个变化 它打印出来了一个点 html的一个网页是吧 我们可以把它点击 点击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地方是显示出来一个网页代码 是吧 我们可以让它在营软器里面显示出来 同学们看到什么呀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用e-chars的这个模块画出来的图啊 它也是两张图吧 第一个图是柱状图 是吧 第二个图是柄图啊 好了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老师给同学们介绍的这个第二种画图的方法 第二种画图的方法是我们e-chars画图的方法 e-chars用这个模块画图啊 基本上是以网页的形式把这个数据给它显示出来啊 好 然后在这里啊 老师是要画两张图是吧 第一个图是我们的柱状图 第二个图是我们的柄图 所以呢 意思把这个函数给它调用出来 这个page啊 page 调用的是一个页面 就是我们调用的这个page之后 然后我们下面可以是直接调用这个page 是吧 把这个函数给它调用出来 就是让它产生一页 然后在这个一页当中啊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多个图 所以呢 刚刚老师的那个网页 其实它是在一个网页里面出现的两张图吧 是吧 那么我们就是用page这个函数来显示它的啊 好 那么在我们这个数据里面是吧 在老师刚刚给同学们看的那个数据里面 一共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x下滑线date x下滑线date就是x那个轴它的一个数据啊 x轴数据代表的是我们的苹果手机 华为手机 小米手机 OPPO手机 微博手机 魅族手机 这六种手机的一个 就比如说是它的销量吧 是吧 然后x是代表的是不同手机 y轴呢 就代表的是它的不同的销量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x轴和y轴的数据啊 先给它写好 写好之后呢 在这里我们是调用 首先调用的是那个柱状图 是吧 所以我们是BR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添加它的x轴 x轴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x轴的列表 然后这是我们添加到y轴 y轴信息就是我们的y轴列表 同学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参数是空字无传 第一个参数代表的是 我们y轴它的一个标签 我们当时在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啊 y轴标签没有任何数据 所以呢 我们给它是写的是空字无传 然后后面写的就是y轴的真实数据吧 我们把y下滑线date给它传入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在这里 接着呢 是我们要创建一个py 是吧 py这个py啊 其实就是画的一张柄图 然后呢 也是点A的 其实在这个丙图里面 在丙图里面只要传入一个数据就行的 就是各个数据量的一个占比 是吧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是用zip的形式 进行一个对比 zip形式里面呢 对比的是 是用什么来进行对应啊 同学们可以看到 对应的是不同的手机品牌 以及它的一个销量 是吧 在这里zip之后 那么第一个数据应该是一元祖 它是Apple这个手机 然后它的销量是123 第二个是华为 然后手机销量是153 等等吧 就是一个一个的元祖 然后呢 我们以复循环的方式 把这一个个元祖 从这个列表当中给它提取出来 是吧 这个时候是复循环的方式 然后第一次提取出来的就是一个元祖 这个元祖里面包含着咱们的Apple 我们的手机名称 以及手机的一个销量 是吧 然后提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数据把它传入到派 这个当中来啊 好 然后同学们在这 老师再把这个给同学们看一下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它就是显出来 把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是不是一个元祖 就一个数据 一个Apple是吧 Apple 然后对应的这个是123 它就是一个一对应的关系 它就通过这个 Zip的形式形成的一对应的关系 之后呢 我们让它创建一个网页 其实这个Page 就是创建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给它添加上 先添加上柱状图 然后添加上柄图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是不是先显示柱状图 是吧 然后再显示柄图 并且是在同一个界面当中 显示出来的啊 就是因为老师在这里 使用的Page 然后在这个一页上面 添加 添加 当然你可以接着下来 再进行添加 然后这些所有的图 都会显示在同一个界面上面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片 给它输出出来 输出来是以什么样的 文件名给它输出来 输出来给它叫做 画图.html 因为我们的Page 我们的这个Page 它是 就是图片啊 它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显示出来的啊 我们在这里给它 命一下名 然后整个的程序运行之后 同学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多出来一个网页吧 然后网页给它点开之后 它是一个网页代码 网页代码 需要用浏览器把它打开啊 网页代码 需要用浏览器把它打开 所以点击这个 浏览器之后 同学们可以给它看到 它这个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也非常 也比较好看是吧 所以啊 这个是老师给同学们 看的我们画图的方式 咱们画图 可以用我们的 Metplotlib 也可以用PyChars 这两个模块去画都可以啊 好了 然后老师今天的课程 就给同学们讲解到这了啊 同学们课下呀 可以把老师今天的代码 简单的过一下啊 是吧 就是那些案例啊 包括我后面的简单的画图的方式啊 好了 老师就下线了 同学们 一样呢 不是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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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